Hello,大家好,我是姚竹,我在西西兰 在西西兰呢,给大家聊聊这边的情况和这里的这事那事 今天要说的呢,就是大家,全世界的人感觉都憋的 有点憋的慌,因为哪都不能去,也不能去旅行,对吧 那西西兰人呢,更是平时就是活蹦乱跳的,愿意到处去 那么现在呢,哪都不能去的话,都憋的够呛了 那么今天呢,就传出了一个好似的好消息 就是说,可能啊,新西兰和库克群岛之间可能会互通 像库克群岛,大家都知道,也是那种浅滩啊 然后可以那个浮浅啊,想到这,大家都心情特别好 但是呢,这是不是真的可能呢,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说呢,早就说这个什么与斐济互通啊 或与这些岛国互通啊 但是不是因为澳洲,它又有一些反复嘛,这个情况 所以呢,就导致澳洲和新西兰之间就肯定 现在是不能互通了 所以澳大利亚呢,现在不是停飞了所有的国际航班吗 预计要到明年才恢复 那么同时呢,它也停止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互通的 飞的这样一个航班,到9月份 那么本来大家都很期待 说那澳洲好一点,可以去澳洲玩一玩啊什么的 双国可以互通 但是现在呢,就没戏了 那么今天听到好消息不就说和库克群岛可以互通 那这个互通的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去了库克群岛旅行的这些新西兰人不需要特别的隔离14天 为什么呢,他们就是说正在和机场沟通保证 新西兰人到了这个库克群岛之后 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与其他国家的人和其他对其他的航班没有任何的接触的 那么可能直接会前往某某处,某某酒店等等之类的 但是呢,不需要有14天这样封闭式的隔离 然后就问新西兰人,你们都想去吗 然后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的70%都显示 说啊,我们很想去,其实我也挺想去的 关键是,大家都去了这票价和这个酒店什么的 估计也是便宜不了 如果这样的话,那每周我就不去了 然后说到这儿呢,就是说给这个总理写了封信 就是相关人士给总理写了封信 然后就得到了回复 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 现在去商量这些呢,还维持过早 但是其实呢,在这个媒体所说的啊 就是说下一拜就能给消息了,就能有结果了 但是呢,总理这边就说 没戏,先别想了 所以呢,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还不知道 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五了 我们就等星期六星期日过去 看看星期一有没有这样的消息 我相信如果有的话,很多人都会去憋不住的一个情况 然后飞奔出国门 然后去库克群岛度假 OK,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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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